1萬元的派發計劃 我們預計在6月底開始接受申請 7月內開始就陸續發放出去 我們很希望市民收到這筆錢之後 能夠一齊幫忙一齊消費 盡速拉動我們的經濟 這方面我們會和不同的商會商量 亦鼓勵商會商戶出台不同的優惠計劃 希望這樣的時候能夠鼓勵到更多的市民 願意出來花錢 大家齊心合力促進消費 亦都令到我們的經濟快些恢復 經濟能夠快些恢復的話 大家的就業收入各方面都比較快 可以平穩和有所改善 去年10月我們在施政報告裏面 就透過案列證券公司 就提供多些幫助給那些守折事業的人士 或者是樓換樓換層樓自己住的人 國安的成數比較高 我們這樣做其實亦都是回應 之前在社會上一個比較長時間有個訴求 就是說有部分人士的收入是 給他有足夠能力供樓 但因為缺乏首期所以上不了車 我們主要想在這方面 如果他們真的要買層樓 我們讓他容易一些方便一些 我們見到這個措施宣佈了之後 頭頭都見到一些交投多了 然後亦都平靜下來 在目前來說樓市由去年社會事件開始 可以這樣說是逐步有秩序 有一些向下調整 但幅度也不是很大 現在的樓價和去年年頭比其實都是差不多 都是相當難負擔的 所以在這個環境之下 特區政府亦都非常審慎 我們不會隨便去減納 另一方面由於在市場裏面 我們見到過去這段時間 過去幾年 在樓市從供求的因素去看 從這個案協的成數去看 從這個案協的利息的角度去看 從這個市民的公樓負擔能力去看 我們就覺得樓市出現 斷崖式大幅下調的機會 是相對比較小的 當然大家不可以完全排除這個風險 因為譬如如果社會上 失業率飆升得很厲害 這個可能會有一個影響 雖然現在我們盡力去緩解 這個失業的情況 譬如去年曾經我們出現社會事件 有政治動盪 可能加劇的話 可能對樓市也有所影響也不一定 這方面只要大家警惕 珍惜香港 這個風險大家需要知識 但也不需要過濾 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在職業的朋友來說 最重要是看自己的情況 量力而為 有限公路的電影 我可以在做了 謝謝大家 我可以在做了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我們可以在做的 不需要 我可以在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